我們看到亞洲女孩的馬拉拉 為什麼要倡議她的教育權 其實我們都看到很多亞洲女孩 備受沒有分析 也不曉得為什麼 所以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比例是高於年輕男孩的加年4.7倍 有請特市長在我們前面來做一個回憶 謝謝 婦女權益的保障 也不是說淡衣事件 應該是在社會的 或是整個政府的執政各部門當中 點點滴滴去聯繫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台北市 有這個全台第一個官方陳律 民間參與的女性權益出去回憶 這個第一點 第二我們還是有一個全台第一個 那個姓別平等的辦公室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有問題 我們就隨時都反應 然後慢慢的共識去修正 那大概我也覺得可能一觸 一下子誤到位就整個解決 不過有平常有在反應 就步一步繼續修正 慢慢把它做更好一點 因為我們就透過這個 女性權益處境委員會 跟姓別平等辦公室 這個常駐的機構 足部的性改正整個在南女姓別平等 來把旗子舉高好嗎 你們旗子真的要舉高 大門大方的舉高 好 非常謝謝市長在百忙之中 能夠趕來也接受我們女孩的禮物 其實你看從以前那個星票案 宇昌案MG49到這個葛特曼案 我覺得國家還是要進步 每次選舉高 而且就是那一套 所以有時候很生氣 就說都是不分難力 但是罵完以後 我覺得還是整個台灣社會 要往前進步 可以更進步 老實講我對我自己的期許 如果我們這次 這種選舉的方式還會成功 應該會很有助於整個台灣政治文化的進步 MountGmail 先進步 試一下 請い language